百万youtuber阿滴近日到日本工作 顺便带父母一起去东京旅游 享受和家人共处的时光 不过三人在日本街头拍照时 妈妈突然发现背后有一间商店 写着无料案内索 转身就拉着老公往里冲 留下阿滴严肃的表情 站在镜头前拍下照片 画面十分逗趣 她分享这件事实在文中指护好危险 原因是拆解无料和案内索两个词来看 很容易误会那家商店是免费的服务中心 但日本街上的无料案内索 其实是专门介绍当地风俗店的地方 并非服务旅客的观光资讯站 两者之间差别很大 用曝光后迎来往我们校翻取乎 妈妈看到免费两个字就心动 小心免钱的最贵啦 跟校会阿滴如果没说清楚 未来可能会多个弟弟或妹妹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